你敢相信有一部电影,在还未上映之前,预售票就已经超过1亿美金吗?而且在预售日当天就以3700万美元票房超过《星球大战》原力觉醒,仅次于复仇者联盟4,这部电影就是泰勒斯,时代巡回演唱会,没有错,就单单只是一部演唱会电影而已,而它也即将在11月3日台湾上映,身为一个泰勒斯粉丝, 今天这部影片会带大家聊一些电影的幕后故事和其他杂碎的事情 我虽然不能说是非常专业又狂热的泰勒斯粉丝,但偶尔还是会听他的歌,而且是会越听越着迷,泰勒斯,时代巡回演唱会这部电影全程拍摄于泰勒斯在2023年8月3日至5日在洛杉矶举办的三场演唱会 此外,这部电影的发行方式也和其他电影不同,那就是直接与AMC戏院合作发行,而并非传统的串流平台和片商,而这一举动连大导演诺兰都赞好 而这次电影的导演是萨姆伦奇,他之前的作品也同样是演唱会电影,包括怪奇比利和Lizzo的演唱会电影,而电影的时长则是2小时45分钟,对比现实的演唱会,删除了40多分钟 有些人会说泰勒斯就是这个时代的Michael Jackson,我并不赞同把两位天王比较在一起,我认为Michael和泰勒斯都是很有才华的音乐人,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在这个时代,只有泰勒斯的影响力是最大的了 而上个时代则是Michael Jackson,光是他在西雅图的巡回,7万名观众同时跺脚,就引发2.3级地震,而这次发行电影也是直接打破多项记录,毫无预警的成为了今年票房的最大黑马 预售日当天,AMC的网站就面临多次崩溃,而电影的预售票不止超过原力觉醒,甚至还超越了《蝙蝠侠》和《奇异博士2》 电影在北美定档10月13日上映,光是这一举动,直接吓跑大法师,《信徒》这部电影,直接把上映日期提前一周 除此之外还有受影响的,就是花月杀手未必开竞争,直接取消了原定10月20日上映前的小规模口碑场 电影上映后,网络上也有许多网友录制他们在戏院,和一群陌生人粉丝演唱歌曲 而《烂番茄》也是出了电影评价,影评人评价开盘100%,观众爆米花分数则是99%,这数字是相当夸张的,也就代表说差那么一点就真的是满分作品了 看起来今年拯救电影院的,或许不是巴比海默或者超级玛丽欧兄弟,而是现今的文化趋势,泰勒斯 看起来 看起来 看起来